连钢铁侠自己都没有想到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这句话在将来会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用信令换来的响指不但没有赢得所有人的敬仰 反而还会遭到千夫所指 因为他在拯救了自己宇宙的同时还把其他多元宇宙拉下了水 现在确定的多元宇宙大战就是由钢铁侠间接引发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随着漫威第四阶段的结束 第五第六阶段都在向观众展现未来最强反派的信息 康尽管只是31世纪的科学家 但他却掌握了多元宇宙的奥物 甚至可以凭空创造出管理多元宇宙的时间管理局 而协助他完成这一宏伟计划的工具正是可以穿梭时空的工具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任意门的话 即便他在牛仔想统治多元宇宙 也犹如巧妻夫烧不出五米饭一样有力使不出 那么到底是谁给了康制造任意门的灵感呢 把时间往回推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征服者康实际上是神奇先生的后代 由白到黑这里就不过多说明了 原因大家都懂 而在《旺达寻青记》中 咱们可以发现神奇先生的出场方式和康变体的出场方式如出一辙 这里也更加落实了康和神奇先生的关系 因此家族所传下来的技术自然落到了康的手 不过康的传送们仅仅只有空间上的传送 要想达到在时间线上任意落脚 就还需要结合斯塔克工业所遗留下来的时间定位技术 所以康能统治多元宇宙必须要感谢的人就是钢铁侠 即便在钢铁侠去世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没有人能掌握其中的核心技术 可这对于生在三十一世纪的天才科学家康来说却一看就明白 而且我敢说钢铁侠在造出时间定位装置的时候 一定预料到了这个机器会在将来迁处出危机 不然他不会说这句话 也正如他所料 尽管他们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但是却在执行任务的谱动节外升职 让洛基拿着宝石逃走了 而他们也并没有去纠正这一错误的发生 从而引出了时间管理局 最终导致统治多元宇宙的明君康死亡 接着接二连三邪恶抗的遍体出现威胁多元宇宙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钢铁侠口中玩弄时间后的恶物